常见的强迫症的表现有哪些 他无法控制 很痛苦很痛苦 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的这个错觉 强迫症形成的原因有什么 精神它是有一个成熟度 超过了以后呢 很多无法控制的念头会不断地冒出来 买了新衣服 急迫地想把这个标签就写掉 非常的困惑 甚至一度呢也想过自杀 这个强迫症的核心就是完美主义 那么从强迫的思维上面 如果能够得到控制的话 也就基本上就可以得到这个结局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会灯温道节目 我是主持人孟昕 那很多人都听说过强迫症 有的人认为得了强迫症以后 会反反复复地洗手 或者说是反反复复地关灯 有很多强迫性的行为 那么这些都属于强迫症吗 那强迫症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有请到了几位嘉宾 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与强迫症有关的那些事 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 我们尊敬的嘉宾 辞呈罗珠看部 欢迎您 同时我们还为大家邀请了两位嘉宾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十家心理咨询师 于瑞老师 欢迎您 好 大家好 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 方玉南老师 欢迎您 大家好 同时也欢迎我们在场的各位观众的到来 谢谢大家 方老师 那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有很多朋友都会在强迫范围内去洗手啊 去关灯啊 等等等等的心理问题 那不知道这种问题跟咱们之前所聊过的抑郁症 是不是一样的心理问题呢 有什么样的区别 它其实有很大的区别啊 我们抑郁症呢 我们刚才讲到 它里面有这个主要的是一种情绪低落 长期的抑郁情绪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自杀的倾向啊 求生的意志比较低等等 但是我们强迫症呢 是说我们会有一些强迫的行为 或者强迫的思维 这种事情我们自己觉得它并不太重要 我们都不想去做 我们还不停地要去做 刚才说我们洗手 每个人正常都是要洗手的 但是呢 我感觉碰到一点点脏东西就要洗手 洗手 一天要洗个二十次三十次 那就可能到了一个不太正常的范围 已经病态了 对 比如我们每个人离开这个家的时候 要去锁门 要去检查一下煤气罐 这个也很正常 但是呢 我们检查了一次不够 出去又回来再检查一次 出去又回来再检查一次 这就已经到了一个不正常 影响到我们这个社会功能的状态了 太严重了 我们就会说 它可能有一个强迫症的一种倾向 那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呢 就是他无法控制 他觉得我不想去洗手 可是还要有一种很大的冲动要去洗手 控制不住自己体内的洪荒之力 这种感觉 对 是的 非常好 他总觉得一定要想办法去洗手 他不洗手 他就会非常非常的难受 很痛苦 很痛苦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之一 是的 那我想问一下于老师 那常见的强迫症的表现有哪些 刚才可能方老师已经谈到了 如果说跟之前要抑郁症要有一个对比的话 抑郁症有人会做一个统计 说我们人类现在尤其是都市人 70%的人站在抑郁的悬崖上 那么这个强迫症就不是了 它相对来说的人数是没有那么多的 然后我们平时出去讲课的时候会说到一句话 就是说强迫症像个鬼 听得多见得少 为什么呢 因为这件事情大部分是在私下里 一个人做 比较私密一点 对 比方说出门 检查 都说自己 他如果不表述的话 如果不是亲近的人看不到 那是抑郁不同 周围人能知道 包括这个洗手 他如果自己不表述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是观察不到的 其实抑郁更是一个常态化的状态 对 而强迫症是一个碎片化的状态 可以这样说 对 可以这么理解 那就我个人为例 我记得很清楚 我在大学的时候 咨询我们心理老师的第一次咨询 就是问老师 强迫症是病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时我有一个习惯 就是我看见水就想洗手 就像刚才方老师有说一样 虽然说没有那么严重吧 不洗手会难受 但是我总觉得手脏 是这种状态 后来我觉得稍微影响到我的生活了以后 去向我们的心理老师去咨询 老师说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你再发展下去 就是强迫症了 你现在是一种强迫行为 对 后来我是自在老师的帮助下 然后在自我的克制之下 现在已经把这个行为给它彻底抛弃掉了 那可能之前你那个是强迫异象 强迫异象 老师这样想 但是你没有去执行 每次都要洗手 当你真的每次都去洗的时候 那可能就成了这个强迫症了 其实很多人都会存在隐性的这种状态 有这个强迫隐性这个异象的 实际上还是蛮多的 为什么刚才我会开玩笑说 我们听得多见得少呢 这种异象 你不说的话我们谁都不知道 然后这种行为呢是要做出来 并且这个做呢 很多时候也是在更私密的时候去做 对 大家不知道的情况下 对对对 那刊部想问一下您 您了解强迫症吗 我了解的没有这个抑郁症那么多 因为它少 对对对 因为它少 是是是 抑郁症的患者呢 我们见的比较多 然后呢接触的也就比较多 强迫症呢 确实是就是刚才 于老师讲的一样 也听得多 但是见得不多 是的 是的 那这您说不太了解 起码证明您自始至终 没有过强迫症这种感觉 非常抱歉 开了个小玩笑 对游戏是会有啊 有吗 比如说我经常坐飞机啊 我身份证到底带了没有 要看一下 要看一下 其实这是谨慎的表现 这是比较谨慎的 但我是开玩笑的 有的人啊 就比如说 他在整理物品上 有一种强迫的这种行为 会有这种情况存在是吧 会的 这个强迫症的核心就是完美主义 没有完美主义就没有强迫症 所以说他俩是约等于的 你可以约等于 那刚才我采访了两位老师 采访了我们的看部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有没有过强迫症的表现 这位女士 你好主持人 你好看部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 就是我每次离开家门的时候呢 我都是感觉我忘了关家门 然后忘了关燃气的阀门 有一次我记得是天下着雨 我都已经打着伞 走到了公交车站了 然后我心里极其的不安 就是我对于我的这种 这种就是焦虑吧 和不安 我也是很没有办法 但是每一次我一出门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下一位朋友 不知道哪位想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自己的强迫的行为 这位先生 我有一个朋友啊 他就是每次买到新衣服以后 都是非常急迫的 想把这个标签去接掉 就是在工作的路上 就是去公司的路上 甚至到公司以后 他想起这个事情 都要赶紧去回家 去处理这个事情 那晚上呢 回到家里以后呢 爱人也睡了 但是自己总是想着 家里有什么事情 没有处理掉 总是左思右想 自己也睡不着 往那非常的困惑 往那甚至一度呢 也就想过自杀 那么这个问题 他就是解决不了 他这个是什么问题 谢谢你 他们两位 其实代表着一些人 存在的一些问题 那我也想问一下 于老师 在您接触到的这些案例当中 有没有强迫症的案例 然后跟他们所描述的这种状况 像不像 我大约接触过 真的不多啊 可能也就是一百来历 不多还一百来历 合理没于事上见 因为我是专门做这个工作的 那刚才这位女士 我没有特别听清楚 可能是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走到公交车站 又回到家里去检查了 还是你只有那种想检查的焦虑 我就是想有那种检查的焦虑 我总感觉我没有锁门 那可能还我们不能把它称起为 就是我们意义正好那个 刚才那个朋友也是 就是说如果他仅对于剪标签这一件事情 无论在工作中多么远都要回家去剪 无论是什么情况都无法阻挡他 剪标签的这个动力 那这个可能是 如果说是他晚上回家以后 他还有其他的事情没有做 他认为 他就好像不停地在找事情做 我不清楚是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他是这样的话 他可能又跟我们刚才谈的那种 局限意义的强迫症 也不大一样 我遇见那些呢 可能就是说那个强迫症的那个行为 非常明显的 那就是说 他从这个地方 比方去上学 他从楼上下来 他再回去 他往返个七八次 他住六楼 还是步行踢 他上来下去 上来下去五六次 他在走吧 他走了 比如他洗手 打上肥皂 冲掉 打上肥皂冲掉 他洗二 他一次就洗二十多遍 可能刚才我们 我们谈到呢 有一些是一些倾向 或者另外一些情绪上的倾向 有些呢 可能是其他那个症状的 跟这个我们谈的这个强迫症 如果强迫症 它是一个比较相对专业的一个问题 如果跟那个局限性的意义相比的话 可能我遇见那些相对来说 更像强迫症 刚才您谈的这些 有意向 因为您这个基本上是有意向 您遇到的那些 其实更像是一种病 它是一种病态化的存在 但是他们说的这些 其实有很多是一种生活当中 不好改的一种习惯 我觉得 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样的 起码你比方我刚才举例上下楼梯那个 他早晚他会迟到的 也就是说他会影响他的社会的生活 影响他的一些社会上工作的 比如上班会迟到 上学会迟到 这影响到他了 我不知道您说 那个对他的社会的工作生活 有多大影响 如果他只是他自己每天做不完的事想去做 那是他另外自己的一个什么 如果说他影响他社会的生活 影响他自己的社会功能 那就是另外一个意义了 那方老师 在您的这个咨询的这个经验来讲 有什么样的强迫症的案例 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可以 那我非常同意余老师刚才这个讲述 我们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强迫的行为 强迫的思维 这其实很正常 但是如果到了比较极端的状态 那就真的要去注意 可能要去医院检查 我知道一个案例是怎么样的 它叫做强迫技术 强迫技术 他那个走到一个大楼的下面 他看见上面的那些玻璃窗户 他就不由自主的我要数 我一定要数清楚 数多少层 更可怕的是什么呢 如果他数错了 他要重数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件事情对他来讲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实质的意义 不像我们说检查一下窗户 对我们生活是有意义的 他这件事情没有太大实质的意义 但是他一定要做 而且不能错 一定要做完整 就变成了一种强迫了 我再说一个小例子 就我不知道在座 有没有谁叫他孩子学钢琴 或者学艺乐器 学乐器 学乐器 一段曲子 他刚开始练习 他其实已经会弹了 他想练得更熟 他开始弹弹弹弹 弹到一个小节 错了 按正常情况的 我们从这个小节 错了 停到这 然后从这开始再往下弹 当然有一部分孩子不 我一定要从头开始弹 我跟我们录节目一样 我说错了 我直接卡着 重新继续说就好 你是完全可以的 但有的人一定要从头开始录 对 所有的嘉宾都等 他又说一遍 有 有这种 我给你证明 实际上这就是比较轻微的 像你刚才说 在工作中 他正常工作率是比较轻微的一个强迫行为 那我说那个孩子呢 如果他长期在 他如果考级曲子不是很长 大约在三四级之前吧 他这样还是可以的 如果他到了五六级以上考级 那个曲子长一些的时候 那基本上可以用来判定 他也是强迫行为 没错 那我想问一下方老师 那强迫症大概可以分为几大类型呢 就像我们刚才举了好多例子 一类就是强迫的行为 一类就是强迫的思维 观念 这些想法这一类的 那强迫的思维可以给我们发展一下吗 解释一下 那比如说 我总不由自主地认为 我这件事情做得不好 我不由自主地去认为说 这个人对我有什么敌意 我总是有一些观念 重复不断地出现 我明明跟他核对了 他对我没有什么恶意啊 我就是觉得他对我不好 很多无法控制的念头 会不断地冒出来 他其实也是一种自我的不认可 我觉得是 跟这个非常有关系 有关系 对吧 是的 那想问一下刊部 那在咱们佛教的理论体系当中 强迫症形成的原因有什么 佛教的 比如说他精神方面的问题啊 还有就是以及这个解决的方法 讲的很多 但是主要讲的是 比如说一个人的 比如说他的谈诚吃啊 还有烦恼 各种各样的烦恼 就是这些解决的方法呢 讲的比较多 那么这些都是跟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抑郁症啊 强迫症啊 它的成因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的 但是呢 我还没有看到 比如说佛教里面就针对这个强迫症这样子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方法 还有专专门的一个方法 对这个没看到 但是强迫症 比如说他的一些这个强迫的这个行为 尤其是这个强迫的这个思维 控制的这个方法呢 佛教里面是有的 就是阻碍他的这个阻挡他的这个强迫的这个思维 对这个方法有 为什么会有这种强迫行为和强迫思维吗 可以理解为他是愚痴的痴吗 愚痴的痴当然是有一定的关系了 但是呢如果说是愚痴的痴导致这样子的问题可能也就不太全面 不是很全面对不是很全面 他可能是在心理学上我想可能还到目前也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非常非常确切的这个他的成因方面的这个说法 那我想可能是有一个是 比如说就这个精神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疾病 他应该是每一个疾病都有应该他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这个成因 应该是有的 但是不知道这个佛教里面也没有讲过这个他的他的具体非常具体的这个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的人的这个精神 那他是有一个成熟度 这个成熟度超过了以后呢 然后他就会这个比如说你的压力也好或者是焦虑也好 都可以导致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的这个错觉 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强迫症呢 他其中的有一部分其实是错觉了 是错觉 因为他手没有那么长 但他就觉得有着 这个手里都是细菌 所以翻腐的细翻腐的细 其实没有细菌 所以就是一种错觉 那么这个错觉呢 比如说一些方法 佛教里面的一些方法 去阻碍这种错觉 这个方法是这个就对强迫症来说应该是有用的 但是呢没有一个好像是没有一个专门去针对这个强迫症 因为这个可能以前 这个2500多年前这样子的时候 也没有这个病 也没有这个不好说 对 应该是的 是是是是 而且我觉得强迫症可以归大成为一种都市病 对不对 因为之前确实在都市文化没有发展起来之前 也没有听说过强迫症这种理念 对 我觉得它是近两年新兴起来的 可以这么理解吗 余老师 这个理解呢 实际上还是多少有一点点片面的 他发生这种行为 刚才康普讲的这一点非常棒 就是说他的承受力 他有时候做这个行为的时候 初期他有可能做这个行为是缓解他的一个压力 比如说他经常吸收 他可能觉得接触水 然后可能我们人对于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他接触了水他可能觉得很舒服 他通过洗手 通过接触水去缓解某部分压力 或者说呢 他一次次的去检查 他是对自己的一个认定 我确实做到了 他要认可自我 他这个跟他生活在哪里 实际上我们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调研 可以说 也许呢偏远的地方呢也有 只是呢他们大家从各种条件上来说不具备去看病啊 不具备去自访 不知道 那都市人们呢可能对自我的人生的幸福感 更追求的更高一些 要求更高一点 可能呢表述的也多 可能就出现了刚才您的那种看法 那我想问一下您 当您遇到这种案例的时候 您会选择如何的去疏导呢 这个就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 这个没有共同的方案 说真话是 一种情况 比方他的年龄 他的职业 他的性别 他的家庭成员情况 要根据不同的人设定一个不同的方案 这个还无法一下子就说出一个具体的针对 所有人都有效的方案来 还真的说不上来 他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对对对 我们具体取一个例子来解释一下 可能大家更容易明白 就刚才余老师讲到 一个孩子他要上学了 他往下走 走回去又走回来 为什么呢 他不想上学 但是呢家长给他很大的心理压力 你必须上学 他自己的内在就产生很大的冲突 这个冲突外化了就变成行为 我去上学不去上学 我去上学不去上学 然后呢这个冲突一直没有办法解决 就会越来越严重 迟到了之后就变成更大的压力 然后呢就更加觉得 哎呀我要去上学了又被老师批评 我还是回去吧 回去又被把家长批评 我还是去上学吧 不断的冲突 这个冲突就变得越来越大了 所以呢可能我们要针对 每一个人去找到他那个压力点 压力源 他通过这个来 去化解他 对心理的压力 还是要直达病灶的这个根源来解决 不过总体来说呢 像刚才方老师说的这个具体这个例子 就是总结下来就是控制加上反控制 接上接下来再在控制这个反控制 就是控制加上反控制加上控制 就成了强迫症了 比方说不想上学 这是他自己内心那个想法 得调控着自己得去 然后呢 去的时候确实不愿意去 还要控制这个不愿去的想法 就是反控制了 对 不愿意去也不舒服 要控制的这个反控制 对 所以说就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强迫症的这种病状 就是内在冲突 冲突加冲突 是这样的 那堪布 刚才问您强迫症的成因的时候 您也提到了 其实成因可能没有那么明确的说 但是如果说咱们的解决的方法 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解决的方法 比如说这个强迫的 比如说他的行为 是来自于他的这个强迫的这个思维 他的思维就最后就是导致了 他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强迫的行为 那么从这个他的这个思维 强迫的思维上面 如果能够得到控制的话 那么他的这个强迫的这些行为 也就基本上就可以得到这个这个解决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有集中这个办法 有一个是禅修 禅修是它是一个这个精神上 心理上的一个总和的一个治疗的方式 所以就比如说一个人的精神 就不管是比如说在生活上遇到了挫折 或者是这个工作压力 就是超越了 已经超过了他的这个成熟能力的时候 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 他的精神就崩溃了 然后就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错觉 然后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些 这样子的这些思维 那么这些思维呢 有些思维是没有办法把它规范起来 就乱七八糟 各种各样的东西 这个呢 我们比如说心理学上呢 也没有一个像这个抑郁症啊 强迫症 没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名词 但是像这个强迫症这样子的这个 那它是都是这种这个强迫的行为 都是比较相同的东西 都可以把它分个类 然后呢 这个就叫做这个抑郁症 这个就叫做强迫症这样子 还有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分类的 这种精神上的这些 这些问题啊 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那么这些全部可以分类的 不可以分类的 全部的东西 通过这个禅修的话 禅修是可以 让一个人的这个精神 从这个崩溃 然后逐渐逐渐的 让他这个恢复 恢复到这个正常的这个状态 那么它 这是一个这样子的综合性的治疗的方法 那么他的这个精神就恢复到这个正常状态的时候呢 不管是这个抑郁或者强迫或者是还没有很具体的名词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精神上的问题都可以可以可以解决了 这是一个方法 这个禅修 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呢 当他就是出现了这种 这种强迫的这种思维的时候 那么直接就是针对这个思维 针对这个思维就控制 把这个强迫的这个思维 他首先 他要察觉到 我这个强迫的东西来了 这样子他首先要这个要要察觉到这个问题来了 然后来了以后呢 然后这个佛教里面有一些这个具体的比如说大左的方法 去把这个直接把这个粘头把它打消 把它消灭掉 有一个这样的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呢 我想我们可能是要具体的还要去听一听其他的这个课程 具体的一些方法 简单的说 比如说有这样子的强迫的这种反复的吸收啊 或者这样子的粘头出来的时候呢 有一种方法 比如说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去想这个 给你想另外一个事情 让你去想另外一个事情 那么另外一个事情呢 暂时因为他的注意力就现在转移到其他东西上面 这个强迫的这个思维呢 他不再继续了 不再继续了 注意力呢 稍微转移一下 这个当然从源头上是没有得到解决了 但是呢 暂时这样子 不要他继续 因为这个抑郁也好 这个强迫也好 就让他继续的话就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其实最早的时候这些都没有那么严重 都是个小毛病 对小毛病 最后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比如说身体 就比较比较柔体的这个上面 比如说体肩啊 吃吃药啊 大家都比较忠实 而精神上面的很多事情 大家都不太那么的这个忠实 最后最后就是变成这样 其实早期的时候 这个是非常都是非常容易解决 其实完全是啊 你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 给你提供一个另外一种思维的这种模式 你去想一想这个 这边的这个强迫的思维就慢慢的就就忘掉了 再也不出现了 一次成功了 两次成功 这样子以后呢 他以后就随时都用这种方法去控制 都是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稍微比较高一点的这种方法呢 在佛教里面有一个方法是 不管是这个强迫的思维 或者是我们正常人的 比如说我特别特别生气啊 或者是对某一个东西我特别的贪啊 那这种这个正常人也是啊 他的这种情绪这个控制的一种方法 就直接就把这个冒出来了以后 直接把它消灭掉 但是这个需要一点点禅定的功夫 需要有功夫在 才能用得上这种方法 对对对 这些都是 虽然我刚才讲了 这个佛教里面 他没有这种强迫症这样子的这个名词啊 然后也没有讲到这个强迫症来了 怎么办 也没有讲到 但是呢 他有这样子的这个综合性的这些治疗的方法 我想这些是非常关用的 嗯 是这样的 那通过看部精彩的解答 以及两位老师精彩的讲解 让我们对于强迫症有了更深一层次的了解 那同样呢 也同样让我们感受到了强迫症患者内心的痛苦 而这种内心的冲突也提醒着我们 要该关注我们自己内心的心理健康了 那正如看部之前所说 在惠东之光里说到 人的心是可以训练的 而保持内心 提升心灵 也是现代都市人滋养内心 保持身心健康的重要一个环节 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在通过这一次的 惠灯之光的惠灯问道 能够感受到更多来自于内心强大的力量 那这一期的节目我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为大家说再见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